国家元首苏丹阿杜拉陛下和马来统治者预令尽快召开国会 但是政府迟迟不愿召开 引起了各界强烈反弹 首相丹斯林慕尤丁今天透露 政府已经成立包括在野党在内的特别委员会 商讨召开国会的一切事宜 政府连统治者预防会 透露,朝野组成的委员会将会商讨召开国会的合适日期 同时参考现有的所有条规,鉴定议会应该如何召开 包括原有的实体会议或结合视讯会议 借此减少出席的国会议员人数,调整议员的座位等等 他希望人民明白他没有逃避或是害怕首相信任动议 只是政府必须确保国会议会在完全符合防疫标准作业程序下顺利召开 共商防疫和复苏经济措施